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这样勾出线来 每一个变子针里面都是这样勾出线来 一直勾到最后面这一针 还有最后一针 我们这是勾针上的线圈呢也应该是16个2 4 6 8 10 12 14 16 起了多少针呢 第一这个底针行勾出来线圈就应该多少个 然后呢我们就退针 这个阿富汗勾针呢这个算半行 退回来呢才算总的一行 退针方法啊都是第一针呢从第一个线圈里面勾出来 后面呢就两两的去退针 这个阿富汗勾针呢是非常长的啊大家看起来这么长 那我们持针的方式呢尽量用这种啊持刀式的手法去持针 比较好勾一些 全部退完啊除了第一针是一个线圈里面退针 后面呢都是两个线圈两两退针 好 这个就底针行 接着我们开始花样的第一行 第一行我们啊穿入大家看一下这个是竖道对不对 这个呢其实是一个辫子针 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辫子针啊这样子的 我们穿入这个辫子针里面 勾出线来这第一针 再到后面这个输道这里 再勾一针出来 再到后面输道勾一针出来 连续勾了三个输道 这个相当于三针正针啊 加这一针就四针正针 接着呢我们把线放到勾针的前面 挑 这个道啊不是穿进去了 现在是挑了 然后我们左手 拇指啊大拇指捏一下 勾出线来 这个相当于是勾了一针反针啊 重复 捏一下 勾出线来 两针 两针 挑出道 捏一下 勾出线来 三针 挑出道 捏一下 勾出线来 这样就等于勾了四针正针 四针反针啊 后面重复四针四反 正针呢就挑这个 穿入这个辫子针里面 勾出线来 一针 两针 三针 四针 接着呢 四针反针 把线绕上来 一 二 三 最后一针啊 最后一针呢 我们是挑这个侧边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侧边这里 侧边 也是像一个鞭子针一样的 这里我们挑起 一样先把线绕上来 穿入 勾一针反针 这样呢就是 勾了两组 四针四反 等于 然后呢我们退针 退针方法一样 先单线圈引拔 然后呢 依次两两的引拔 全部退完 这个是画样的第一行 那么第二行 第三行 第四行 勾法呢就是重复这个第一行的方法啊 好了我们勾了四行啊 其实呢就等于在反针上勾反针 在正针上勾正针 这样重复第一行的勾法 我们来看一下第五行 第五行呢就是 要在正针这里呢勾反针 反针这里呢勾正针啊 就反一反 也很容易理解 那么这里三针呢 我们就是要勾成三针反针了 挑束道 勾出来 挑束道 勾出来 好接着 四针正针这里 四针反针这里 我们勾四针正针 穿入这个辫子针 勾出线来 好又是四针反针 我们就是在反针上勾正针 正针上勾反针 最后四针呢 这个反针我们又是勾正针 最后一针啊 我们依然是挑这个侧边 勾出线来 勾出线来 针数呢始终都十六针啊 四八十十六 退针方式都是一样的啊 先单针引拔 再量量引拔 这第五行 勾完后的样子 后面啊 第六到八行 就是重复第五行的 这个规律去勾的 那么我还剩下第八行 再示范一下啊 给大家巩固一下 反针上面勾反针 把线放到前面来 拇指捏住啊 勾出线来 正针上面 我们呢 就穿入这个辫子针里面 勾出线来 这个就是正针的勾法 反针上面呢 继续勾反针 最后四针正针 最后一针 挑侧边啊 一定要看一下 侧边这边 像一个辫子针一样的 勾出线来 然后呢 我们退针 先单线圈 再量量退针 那后面呢 我们就始终重复 这个一到八行 循环去勾啊 那么就是 每四行呢 它就换一下位置 再反针上勾正针 正针上勾反针 这样子啊 跟我们棒针的 这个花样呢 其实是一样的 好了 那这堂课呢 我们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收看 再见